Dynamo 中 Co-Block 用法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題是Dynamo 中 Co-Block 的用法 那這個 Co-Block 它其實是Dynamo 裡面一個非常好用的節點 那這個節點如果你要用的好的話呢 它需要一些基礎的程式的背景知識 才有辦法把它用的好 所以我們特別拍一集來講解怎麼使用它 好,那首先我們就來拉一個很簡單的方塊 那我們來用一個加號 好,我們用一個加的節點 然後我們這時候再搜尋一個Watch的節點 看一下 好,那我們可以先直接把加跟這個Watch 接上去 那目前因為 X 跟 Y 還沒有接任何的 Input 所以這邊還不會有值的出現 那這時候我們來搜尋一個 Slider 的節點 那我們用這個 Integer Slider 然後我們再複製一個新的 所以我們有兩個 Slider 一個來控制 X 一個來控制 Y 好,那這時候我可以先把第一個接到 X 這個加上 Y 好,那我們就得到 2 的這個數字 好,那在剛剛這個範例裡面呢 像現在這個 X 跟 Y 的數字啊 這個 Input 其實我們可以用 Code Block 來取代 好,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先叫出 Code Block 那在 Dynamo 裡面呢,叫出 Code Block 的方法就是 你在這個畫布的地方 然後左鍵連點兩下 好,它就會叫出一個 Code Block 那例如說呢,我的第一個數字給它 2 好 然後呢,如果說我想要再新增一個新的數字呢 當然我可以複製一個 Code Block 來使用 或是說呢,我直接新增下一列來使用 那你要新增下一列呢,你就是直接按 Enter 就好 只是呢,每一列跟每一列之間 必須要有一個分號來做結尾 也就是說當你要產生下一列的時候 記得先加上一個分號 那我們這時候就按 Enter 那例如說,第二列我給它 1 那這時候呢,我直接在畫素上面點一下 它會自動幫你加上分號 好,那透過這個方式呢,我們一樣複製這個 加號的後面這兩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這個 2 加 1 會得到 3 好,所以呢,第一種用法就是 我們可以用 Code Block 然後直接取代數字的 Input 那什麼時候用 Slider 什麼時候用這個 Code Block呢 其實是看你的狀況 如果說你的今天這個輸入的數字啊 你想要讓使用者調整的話 那用 Slider 是比較方便調整的 那如果說今天這個數字 它可能就是一個固定的值的話 那我們用這個 Code Block 來使用會比較方便 好,所以剛剛這是第一種用法 就是我們用 Code Block 來當作數字的 Input 那接著呢,我們就來介紹 像剛剛這個加法啊 我們其實 Code Block也可以拿來當作算式使用 例如說我第二行給它 2 加 1 然後加上 5 好,也就是說我可能不需要有一個這個加法的節點 我直接在 Code Block 就可以直接來做運算 那我們接個 Watch 的節點來看一下結果 2 加 1 加 1 我就直接得到 8 好,那通常呢,當我們的算式呢 就是如果比較單純就是一些加減乘除 那你如果用這個加減乘除的節點 那你可能要接好幾個會看起來有點複雜 那這時候我們其實就可以用 Code Block 來取代它 甚至你就可以直接打 例如說乘上 3 類似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得到算式運算的結果 好,那透過這個方法其實可以讓你的畫面變得更簡潔 那這也是我比較常用的 如果是一些簡單的運算的話 我會用這個 Code Block 來取代 好,那下一種方法呢 是我們可以用 Code Block 來產生文字 好,那產生文字呢 它其實不限中文、英文 就是中英文其實都可以用 那要產生文字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在我想要產生的文字的前後加上雙引號就好 那例如說呢,我就先打雙引號 好,那這時候呢,例如說我就在裡面打我是文字 選一下字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然後我把我是文字接過來 OK,那這個就會產生文字 那你觀察一下你會發現就是很明顯齁 就是如果當今天你的 input 的類型是數字的話 它會是藍色 然後呢,當我是文字類型的話 它會是這種棕色的類型 所以你可以透過顏色來幫助你判斷 它到底是哪一種類型的文字 那我們剛剛說其實任何的東西 你只要在前後加上雙引號 它就會是文字 所以說呢,即使是我們剛剛這個算式啊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一串的文字 就是如果說今天我想要顯現的是這一串算式 而不是這一串算式的結果的話 那我就在前後加上雙引號就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就一個雙引號 然後呢,我把上面這一串算式複製貼上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再接上一個code block 來看它的結果 好,那這次呢它顯示的就是2加1加5乘3 OK,它顯示的是這一串的文字 而不是顯示它的結果18 給你看 好,那這就是當作文字來使用 好,那只是這個文字的使用呢 它有一些規則或是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例如說呢,我想要在 我是文字的這個 我想要把文呢 在前後再加上雙引號的話 那 這時候呢 這邊就會怪怪的 因為雙引號的裡面是文字 然後這邊有雙引號 然後這邊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對,所以呢 當這種雙引號它其實是一種特殊的字緣 那在程式裡面呢 特殊字緣呢 我們都要用一種叫做逃脫字緣的方式來顯示 那所謂逃脫字緣呢 也就是說 我想要在我這個要表達的特殊符號前面呢 再加上一個反斜線 就是 back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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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時候呢 它就可以 表現出這個雙引號的這個符號出來 就是你要在文字裡面加上特殊字緣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這個逃脫字緣的方式來呈現 好,那再來下一種呢 是我們可以用code block來表示 就是不靈值 那所謂不靈值呢 就是 就是true and false 那在中文就是是跟否 那就是有時候 當我們要做某些判斷 或是 它有一些類型要輸入 它你要不要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true and false 然後去做整個控制 那舉例來說呢 我們來搜尋一個 節點叫做 polycurve polycurve 好,然後polycurve裡面呢 我們去找到 這邊有個叫做bypoints 好 那在這個 在這個polycurve點bypoints的這個節點裡面呢 第一個輸入類型就是 你必須給它點嘛 它要產生這個polycurve 你必須給它個 就是點位 那第二個參數呢 就是connect last to first 也就是說 它問你說 你要不要把最後一個點 跟第一個點連上來 那就是你要不要封閉它的意思 那它的類型呢 就是一個po po就是不靈值的意思 那 預設值它給它false 也就是說它不要把它接起來 那如果說 這時候你想要把它改成true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call block 給它一個true的類型 那 你要給它true呢 其實我們就直接打 true true 然後記得是小寫 那你可以觀察到 就是其實 當你是不靈值的話 它的顏色會是紫色的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它接過來 那它就會變成 它就會知道說 它應該要把它接起來 那它就會是一個true的情況 那如果說你要確定它是 不要接起來false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打 false 就是四根否 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call block來控制 那一樣注意 觀察它的顏色齁 藍色就是數字 中色是文字 然後紫色是 布林值 好 那講完布林值之後呢 接著來講最後一種 它的call block的類型 那就是說我們可以 利用call block 產生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 它可以是任何的類型 就是它可以是數字 它可以是文字 它可以是布林值 OK 那這個變數很好用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 怎麼做這個變數 其實變數啊 你可以取任意的名字 中文英文都可以 那只是呢 你不能夠用特殊的字元 例如說像這種 true and false 這種就是特殊的字 就不能用 但是基本上就是 大部分只要避開就可以 例如說我可以 取名叫做x OK 因為沒有其他的特殊符號 叫做x 然後呢 例如說這邊有一個叫做x 然後 這個x加2y好了 好 那記得 因為我想要表達的是一個算式 所以 2y是人看得懂的東西 那你要變成數學 只要這樣乘好 2y x加上2y 好 然後 這時候我們放開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 x跟y它是黑色的 那 從 一樣從 顏色我們就可以判斷 藍色數字 中色文字 紫色是布林值 那黑色呢 就會是變數 那當它是變數的時候 CodeBlock前面就會 就會 給你兩個 看你有幾個變數 它就會給你幾個選項 讓你去接上 它應該要是的東西 好 那 例如說呢 我們就利用最前面的 這兩個slider 來接給它 好 那我這邊就是 這個用不到 我先把它刪掉 然後我們再複製一個 watch的節點 然後把x加2y接上去 好 那這時候呢 我把 這個接上 x 這個接上y 好 就會得到3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 試著去改變它的值 好 那這個變數呢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 運算 好 這時候 14加2y 就是16 好 那這是變數的用法 那變數我剛剛說 其實你也可以用中文的 所以呢 例如說 這邊來打 我就要 直接打變數好了 變數 變數 好 所以呢 那這時候這個 剛剛原本叫y的變數 現在就變成叫做變數這個東西 那 只要當你這個改變之後啊 它會先斷掉 所以你要再手動把它接回去 所以這時候 有沒有 就是 一樣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x加2乘上變數這個變數 好 有點牢口 但是就是 這邊只是要示範說 其實你也可以用中文來表示 你想要的 這個 變數 好 那接著來講一下 Coblock 最 最常被用到的一種用法 也就是說 拿它來產生 數列 好 我可以不用一個一個打 就是如果說 當我要產生很多的數字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用這種 數列的產生法 然後一次產生大量的數字 好 那 產生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例如說我們 先來示範一個打0.10的這個 表示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產生什麼結果 我來複製一個watch的節點吧 接上去 好 那0.10的意思呢 就是說它會產生0到10的數列 然後每個間隔值是1 所以我就產生0到10 好 那這時候呢 如果說你想要改變一下 就是我不想要間隔值是1的話呢 我想要把它變成間隔值是2的話 我只要在10後面再加上一個點點 2 好 我就會變成0.10 0.2 那就是 我產生0到10的數列 然後呢 每個間隔值是2 那 我也可以把間隔值改成3 好 那你就會發現 它變成0.369 然後 但是為什麼沒有產生10呢 因為 9再加3之後 12 12就超出這個數列範圍 所以它只會到9就結束了 好 那 除了產生這個 就是除了可以改變間隔值之外呢 其實我們可以 還有另外一種用法 就是我在 最後這個點點 就是原本間隔值的地方 我前面如果加上一個景字號 好 好 那它的用法又稍微不太一樣 它其實是 產生0到10的數列 然後從中取三個數字 那 取三個數字 那因為前後都有加上 那等於就是兩個間隔的意思 所以它是 0到10然後除以2 所以間隔就是5 所以呢 每隔5它會取一個數字 所以是050 好 所以 當你前面加上一個景號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個數列裡面呢 我要取幾個數字出來 那它會自動幫你做捐分的動作 好 那這個數列啊 它其實還可以配合我們變數來使用 那 簡單的說我的數列可以是一個變動的數列 我不一定是要一個固定的值 那這個變動數列呢 我們就 跟剛剛一樣 我們就透過變數的方式來實作 那我們就利用中文 我們用中文來取名變數名稱 那例如說第一個叫起始值 起始值 然後 一樣嘛 我們產生數列所以要點點 然後 充點值 然後呢 這個是 間隔值 間隔值 好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三個變數來控制我要產生的數列 然後我一樣透過一個 複製一個watch節點來觀察一下它的結果 好 那我現在前面這邊已經有兩個slider 那我再 複製一個新的slider 好 然後呢 那我來控制一下 例如說我的起始值是8 然後 終點值是17 然後我的間隔值是1 那這時候我們先來接上 因為我這邊多了三個變數 所以左邊這邊也會有三個變數的地方讓你相接 那我就把8結上起始值 然後呢 17結上終點值 間隔值結上1 好有沒有 我就產生了 8到17的數列 那我也可以來調整看看我的間隔值 我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那我也可以調整我的終點值 這三個其實都可以互相的去調整 那你就可以同時得到不同的數列值 好 那所以說呢 這就是 codeblock的幾種常用的方式 就是我可以當數字使用 可以當文字使用 可以當布林值使用 可以拿來用變數做運算 可以拿來產生數列 然後也可以附和著 把它混合在一起使用 好 那我們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那希望各位會喜歡 那也對各位有幫助 那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